汇控的价位是怎样看的? 有兴趣? 汇控当然近期的势都是好的 但刚才你也提到的升幅 4%左右 未必及刚才提到中国香港那么多 但我想看法上是属于正面的 但问题只不过是以业务来说 虽然近年都再谈多了 在亚太区、亚洲区这边 但仍有一定的欧美业务 这个我想也会有少少的反复可能性 就是要看着当地疫情的变化 这也会有影响 因为不是对它有实际的冲击 但很害怕就是 譬如欧美、特别英国 假设又是尼多波 这么严重的疫情 又或者是 因为现在当地也挺严重的 但如果又是要封的 甚至像2020年当年那样 你突然间英国那边监管要求 不让你的银行派息 其实过去这段开始炒着汇控 炒着渣打汇控派息 提升股市率那样东西 又有机会有些转变 所以这个我想要看着 就是当地疫情的变化 但现在当然未去到这么负面 因为你看到 虽然欧美爆料都挺夸张 但其实大家都很幸运 继续共存的策略 所以我觉得又未去到 即可会方会令到 可能反昔所以有什么转变 但这个会有少少的一个可能要看的地方 所以汇控都可以选择 但如果你让我真的选择 我仍然觉得中文香港 但其实汇控也好 中文香港也好 或者一些银行股也好 其实那个大的策略 都刚才跟二三八八差不多 因为始终这一转 以二番银行股本身的过去的 pattern来说 其实这一转算是升得急的了 是的 很少可以这样的 是的 所以其实无论4%好 或者5-6%好 都算是多的了 所以我想怎么说也好 真的等回来才买 甚至如果你说低位又下来 而你觉得好像都挺吸引的 我都觉得可以吃着一点 起码下了些袋 这些市况也算是稳妇一点 那你就等它整固之后 才再买回 但是我想怎么也要留下货底货 中长线 至于今年 我想银行股的看法会比较乐观一点 是的 可能是吃点 流点 是的 没错